想要逆天改命那你就要清楚 因果定律 因果定律被视为宇宙最根本的法则之一 它揭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理 人事物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引发相应的反应 这个法则不仅仅存在于物理层面 更深入到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中 这是宇宙的最根本定义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 每一件事的发生必有其原因 人的命运也遵循这个定义 认同因果定义的不仅是佛教 还有基督教和印度教灵修的几大派系等等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大科学家牛顿本人 也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意义 人的思想语言和行为都是因果关系 如果种子是好的那么果也是好的 如果是坏的那么果也是坏的 所以人起心动念会输出什么 这些语言和行为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人只要思考就必须先注意脑中开始的每一个想法 因为往往起心动念 就像蝴蝶效应一样 其产生的后果是巨大的 在佛教中因果定律 由因形成果的作用过程之力量 被形容为业力 开花结果的后果成为业报 表示每一个个体的行为 都会带来相应的果报 剥下善良的种子 就会收获到幸福和善意的果实 反之恶行会带来恶果 恶行产生的果报 也叫业障将给人带来痛苦和不幸 这就是我们凡夫 逆天改命的诀窍想要改好命 日常要多积善因方得善果 这个定律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 更深入到我们的社会和环境 每一个行动和选择都在无形中构建着我们共有的生态系统 因果定律 无时不刻在生活中运作 正如三是因果金云 欲知前是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是果 今生做者是 吸引力法则定义 因为宇宙本身就是由能量构成的 能量会有同频共振的现象 所以你发出什么样的频率 最后吸引什么样子的 人事物来到自己的身边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想什么就来什么 怕什么就越发生什么 事物会被吸引出现 人也会被与自己心念一致的现实 吸引过去 这种相互吸引无时无刻不在 同时 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 心念和现实相互吸引 积极的思想和行为创造积极的结果 庞扶宇宙对人心行为有着特殊的回应 在人际关系中 因果定律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当我们为他人付出爱与关怀时 我们也得到爱与关怀 因为我们种下善良的种子 并在改变自己的命运 现在我们来说重点 怎样逆天改变 了解了因果定律后 我们想逆天改命 简单来说 即用重瓜得瓜 重斗得斗的方法 我们可以分析自己的情况 再为自己量身定制 看看要改变什么因得到什么果 例如 要多存点钱 身体健康 我们就改掉自己赌博酗酒 熬夜等等不良习惯 改掉这些因果就不会产生了 想得到财富 就多花心思在变有钱的因子上 每天认真工作赚钱存钱 总的来说 因果定律提醒着我们 每一个行动都在创造生命的一部分 透过了解这个法则 我们能够更有意识地选择我们的行动 运用法则种下善因 为自己和整个宇宙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预备